金融市長謝國良來到音樂酒吧 為老闆打氣 這個酒吧經常有一些觀光客來造訪 邊聽音樂 聊天或是看運動比賽 因此治安問題是重中之重 今天我特別來問候這位陳老闆 其實之前就有認識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很實在的商人 經營他這種事業 那我們不敢說未來絕對不會有 這樣子的事情 不會再度發生 但是我已經有拜託我們警察局的 張樹德局長 以及一分局的林文玉分局長 未來對這種行為 我們第一時間就要要求 用最大的力道 要來盡快的破案 警察局表示 警官破爆後立刻一規定辦理 並且成立專案小組調查 鎖定嫌犯的身份 透過偵辦將嫌犯代理到案 而到現場關係的議員們 也都感謝警方的辛勞 保護市民能夠正常的經營生活 今天也謝謝謝市長 就是如此正視我們基隆重大的治安問題 那面對基隆近期的治安事件 那面對基隆近期的治安事件 也要請警察局長 張樹德局長 就是繼續來為基隆來努力 那也不要讓我們市民 以及店家出現在恐慌之中 那最主要還是要謝謝基層的警員 來為這件事件來努力 謝謝 他是覺得喔 就是有關於這種重大的惡性的刑事案件 那我們絕對不能寬戴也不能寬容 那尤其呢 所知道的話就是當事人 聽說定檢署剛出來的話 又有講一些這種什麼 共驚鄉共驚無天龍這種話 那我是覺得說呢 我們的優點在挑戰我們的公權力 那這個部分呢 希望我們市警局整個動起來 那針對這種不法分子的話 我們不予以寬戴 首先我覺得這麼快就交保了 我個人是對法院有點意見 如果他交保出來就這麼囂張的話 表示現代的這個司法的這個 生壓跟交保制度 顯然我們還要再檢討一下 不過他既然出來了 又犯了恐嚇罪 依法檢方就可以依刑事處動法 繼續啟動偵查 繼續在於他生壓 那我是希望警方能夠 繼續將這個第二起的刑事案件 盡快把它辦起來 但問題是 就算警方進了最大力量 檢方有申請生壓 我們最後還是要看法律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有個意思就是說 台灣的這個 現在的司法制度 其實是 感覺上保護壞人的度 維持正義的少 那這也是未來我覺得 幾位總統候選大家應該去思考 記者綜合報導